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伯吉天卷联合出品的长篇悬疑有声小说《石宗罪》 作者蜘蛛 演播 骆驼 第202集 根据土肥园的描述 那名小女生个子很矮 应该是初一的学生 包展和苏梅立刻展开走访 根据衣着和体貌特征 很快就查到了这名女生叫小轩妹 只有12岁 奇怪的是放学以后 她并没有回宿舍 而是去了工地 根据她的室友反应 这几天来小轩妹都是魂不守舍 非常可疑 其中一位室友是小轩妹的闺蜜 二人一起长大 一起进入这所寄宿初中 闺蜜说 小轩妹是杀人犯 苏梅说不会吧 她只有12岁 闺蜜说 你自己看 接着 闺蜜掀开了小轩妹床铺上的被子 被子和床单上都有血迹 已经干涸 呈现出一片淡红色 这时大家回头 小轩妹不知道什么时候 回到了寝室 已经听到闺蜜所说的话 苏梅和包展把其他人支走 寝室里只留下小轩妹 苏梅问她被子上的血是怎么回事 小轩妹嘴一撇突然哭了 她说 我只告诉你一个人好吗 姐姐 苏梅向包展使眼色 包展知趣地离开寝室 关上门躲在外边偷听 小轩妹穿着一件有卡通图案的连衣裙 眼如秋水 肌肤似血 这个漂亮的女孩只有12岁 她不戴胸罩 里边穿着小背心 奇怪的是下身却穿着一件秋裤 显得不伦不累 她告诉苏梅 自己流血了 流了好几天了 苏梅明白了过来 问道 你是第一次来大姨妈吧 小轩妹的眼睛蓄满水 她疑惑地说道 我 没有大姨妈呀 苏梅笑起来 耐心地告诉她 每个女人 都会有月经 流血几天是正常的 随后 苏梅教她 怎么把卫生巾贴到内裤上 小轩妹摊手 说自己没有内裤穿了 因为内裤上有血 她就悄悄地扔掉了 这名小女孩第一次来立嫁 很害怕 不敢告诉任何人 连续几天都盖着带血的被子 换了几条内裤 都被血给染红了 她不好意思把内裤 扔到学校的垃圾桶上 就扔到工地上 苏梅说道 那个搬砖的大叔 没有欺负你吧 小轩妹摇了摇头 我没有偷铁 那个大叔 把我推倒了 那你是怎么说的呢 我好痛 苏梅把包展叫起来 对她说道 哎呀 这个小妹妹要蠢死了 太蠢洁了 被怪叔叔推倒在地 还只说什么好痛 而不是妈干什么 包展叹息道 这么小的孩子就住校啊 小学生都是父母接送 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进入寄宿初中以后 离开家 突然要一下子独立生活 自己洗衣服 每天六点起床 晚上失眠 上课时发呆 想象着电扇会掉下来 斩掉同学的脑袋 每天都度日如年 盼望着周末回家 无聊的时候掏出小手机 看一下时间 然后解锁 翻动几页功能表 然后又锁平 放回到兜里 女生宿舍的矛盾 比女生的头发要多 而且似乎永远 没有解决的办法 每一个女孩都记得 第一次来大姨妈的时候 是多么的无助 惊慌 难以启齿 小轩妹远圈一红 低下了头 她很心酸地提起自己的闺蜜 她说 她说我是杀人犯 苏梅弯下了腰 姐姐啊 相信你 其实 有的时候 我好讨厌她 为什么呢 她会在我的背后 说我坏话 然后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女头又来和我玩 苏梅捏了捏她的小脸蛋 你这个小女孩啊 可爱死了 我的闺蜜 不爱我 可是 可是什么呢 可是 我还爱她 还想和她玩 那你就告诉她 你还爱着她 你喜欢和她玩 是她误解了你 如果她还不理你啊 你啊 就换个人做好姐妹 如果有人欺负你的话 你啊 就去警车里面找我们 包展和苏梅回到警务车的时候 画龙已经喝得醉醺醺的回来了 苏梅说起小轩妹扔内裤的事情 画龙哈哈大笑 她问起苏梅第一次来立嫁 是如何处理的 苏梅说讨厌 短持了一下 随即就滔滔不绝地 讲起了自己出巢时 是如何淡定 觉得自己长大了 很兴奋 去偷妈妈的卫生金 包展一直在思考 他想起了什么 猛然说道 两个学生 曾经偷盗过工地上的铁扣件 这 这和咱们男子有关吗 咱们的侦破方向 一直围绕着的是情杀 我觉得不对劲 小宝 我也觉得该换个方向 按照谋财害命的杀人董基查起 包展赶到公安局 那名班砖大叔 已经被警方教育一顿放走 包展又回到了学校工地 询问详情 可惜 班砖大叔想不起两个学生小偷的名字 就连长相都无法说清 包展到学校保安科调查 保安科长调查处理记录 终于找到了两名偷窃工地铁扣件的学生名单 他们正好是李聪浩的室友 月月和程北阳 月月和程北阳从睡梦之中被叫醒 画龙用一副手铐 把两人铐上 他们一脸惊慌 不知所措 宿舍里边的陈沧海也被惊醒 大声嚷嚷起来 画龙警告他别动 留下一名民警 讯问陈沧海 月月和程北阳被带走了 经过审讯 月月和程北阳坦诚了偷盗一事 但是声明他们是偷盗未遂 几个月前 月月和程北阳想买iPhone4手机 但是没钱 他们就想盗窃工地上的铁扣件买钱 可是呢 刚搬起装油铁扣件的袋子就被工地上的民工抓获了 偷盗之前 他们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月月说 偷铁 偷到何年何月才能买得起iPhone4手机啊 程北阳说 不偷铁那就只能卖肾了 月月说 要不就找李聪浩借吧 反正他不差钱 他玩游戏都花了不少钱了 程北阳说 我可不好意思开口 上次借的钱还没还呢 月月说 实在不行我就和家里要 撒谎呗 程北阳说 咱们呢偷点铁 换点钱 再找家里边要点 买一部手机 轮流用 月月说 对 我的 就是你的 月月和程北阳的嫌疑上升到守卫 警方将他们俩暂时关押 李聪浩被杀当晚 他们俩声称自己在宿舍睡觉 但是没有人能够证实 两个人可能因为勒索钱财 或者绑架受害人未果 将其杀害灭口 画龙包展苏梅三人连续审问了一夜 两个人口风甚紧 始终没露出马脚 梁教授也看了一下审讯笔录 他点点头 又摇了摇头 第二天 苏梅隐隐约约觉得 这两名男生啊 可能是同性恋 经过审讯攻坚 他们两人承认了这一点 他们平时掩饰得非常好 就连室友陈沧海都没发现 学校里边的其他学生 也不知道他们的这个秘密 画龙说道 这么小的孩子 初三男生 同性恋 男童和女童 都是九零号少年 十八岁以下的特别多 包展说道 校草李聪浩 会不会也是同性恋啊 他们三个人因为争风吃醋 不对啊 这李聪浩 和校花发生过关系啊 苏梅说道 这个咱们需要进一步调查 李聪浩啊 也许是双性恋 第三天 职业中专和实验中学两所学校 开始流传凶手已经落网的消息 月月和程贝阳被警方拘捕 两天没来上课 这使学生们更加相信 是他们杀死了李聪浩 晚自习放学以后 职业中专学校里 又一起人命案 发生了 有声小说《石宗罪》 由喜马拉雅和伯极天卷 联合出品 作者蜘蛛 眼波骆驼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您期待下集 听有声 选骆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